像我们是可以认得出来 人的生气这种感情 跟高兴这种感情 其实是同一个结构的产物 就是它至少是一个非常类似的心理的基础 所以呢 人类基本上一旦动用到这个心理的基础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开始对自己冷漠 自己不顾到自己的心情 然后需要别人外在世界来帮我们照顾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就会 如果你要说 就比如说我们会 当我们不快乐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借着外在的刺激让我们快乐 对不对 所以会寻求高兴 什么高兴啊 去花天酒地 对不对 酒店有小姐 有漂亮妹妹说 老板你长得真帅 对不对 就是寻求外在的世界的刺激来 把我们的心灵拖起来 因为自己拖不起来 但是这个外在的世界拖得起来的心 当人家不拖的时候就会掉下去 他变成生气跟愤怒 那我现在就是我说什么叫美国人病 就是美国人在这件事上面是一个非常不讲道理的 就是美国人他们呢 虽然这两种情绪是同一种结构 对不对 他只想要享受高兴的那一半 然后他想要逃避不高兴的那一半 就好像拼命喂马吃草 然后把他的肛门塞起来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所谓的躁郁症 这种美国人病 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忧郁症 是不同类型的情绪结构啊 他就只喜欢高兴 要饮酒做了 要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等到不高兴来 就是因为 这个东西是一个回权 会高兴的人就会低兴 这样子 等到那个不高兴早上门来 他不认识这样子 我不认识你 所以一直要逃避那个不高兴 然后想要追求那个高兴 把同一体的事情 把它硬拆成两面 然后寻求一边 然后逃避另外一边 那这样的情况 会产生所谓的躁郁症的人格结构 就是追求快乐 乃至于情绪崩溃 就是他只能够面对高兴的情绪 但是不能够面对不高兴的情绪 产生的那种精神崩溃 所以 那这种躁郁症 就跟一肝散症是属于不同类的 那种躁郁症 我会觉得说 就是那一类的西方国家 为什么会喜欢创造这种 就会 他们的世界好像觉得人 因为他们的世界可能对于情绪 没有分得那么细 所以不太分得出来 什么叫做快乐 什么叫做高兴 所以就混到一起了 以为高兴就是快乐 所以就是 现在讲可能会 侮辱到一些基督徒 但是我觉得那些 外国的教会好可怕 就是去了那教会 他就会用一些方法 善动你的疯狂兴奋 在那边高兴 你知道 就是什么又要感动 又要怎么样 然后回到家 就完全不能睡觉 这样子 就是 那后来教会那套 被什么东西抄了 被直销系统抄了 就到直销那边 也是他这样的 善动你要高兴 来这边就很好 大家都笑点赢人 这样子 那回家会沮丧的 但是大家都做这些事情都觉得 都不觉得他的可怕 所以就形成所谓的躁欲症 就是追求快乐症的这种精神问题 那当然那个是以后再有机会提及再说 因为那个基本上我们只要放弃对高兴的追寻 然后平常习惯一个人过生活 习惯自己怎么样自己心情好起来 这些都会慢慢消失的 那是不一定需要用到药 那但是呢 到达台湖疏肝伞或者是易肝伞 在那种肝因时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是需要用药帮忙到他 那这个 这个人 在强烈的压抑 或者是 强烈的这种自我矛盾的现象 同学有没有发现 一个自我矛盾 消灭自己所有冲动的人 或者是强烈的压抑情绪 什么情绪都不表达出来的人 其实你可以说他背后还有一个操控的东西叫什么 叫做恐惧 他不敢表达出来 他觉得如果我去学唱歌当歌星 如果人家不喜欢我的歌声怎么办 所以他不敢表现 那其实这种不敢表现的东西 跟癌症的成因是非常有关系的 就是 离婚 想要把老公碎尸万段 可是不敢去睡室 不敢把他杀掉 这个东西是直接伤在三交上面的 这是墓园之间 所以想要干嘛 然后硬压着不干嘛 这是所谓的癌症心理学的最主要的成因之一 所以大家有什么想做的事情赶快去做 就当做明天会死掉不要留下遗憾 不然的话容易得癌症 因为这个东西是直接的癌症成因 它会把一些东西堆到这个三交末网上面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忧郁症其实还是算便宜的你了啦 变成癌症的才多呢 但是它是一个受高度的恐惧支配家 就好像恐惧好像是一块大的冰块冷冻库 然后把你的热情的火焰都闷在里面 所以中医会说癌症是含苞火 就是这个理由 就是里面有预而发热的东西 可是外面是寒气包起来的 所以癌症你要用含药液还是用热药液都有可能 因为它整个心理结构跟能量结构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忧郁症的人 他之所以会压抑这么多 其实也代表他是一个被恐惧控制的人 对不对 他不敢表现 他不敢展现他自己 也就是说忧郁症 如果你用我们之前讲的邵阳区块的理论来看 它是自律神经失调 没有错 内分泌失调没有错 它的邵阳区块无能转熟 就是交感神经不能切换到副交感神经 对不对 但是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 那个切换的功能 你是用一杆伞梳干 可不可以帮忙 可以 但是还差一步 就是长期被这个恐惧 这个冷冻库冰住的人 它的阳气是灭绝的 也就是它的副交感神经是微缩的 不会动的 但神经本来就不会动 这是一个象征所法 就是它的副交感神经是不能作用的 那你要这个 那我们说交感神经的作用在中医里面属因 对不对 就是火在时候搬冰箱的能量是属于因 那阳的能量是那种让你滋养自己的身体 抵抗力变强 免疫技能变好 人变健康 快高 头好壮壮 这是阳的能量 那当它这个阳的能量极度匮乏 而阴的能量极度欠缺的这种转输不能的时候 转输的开关你可以用柴虎树干汤 但是这个时候它肝已经 它肝成的烂成这样的时候 它一定消化肘也受伤 所以一定要用补消化肘的药 比如说离中汤也要吃 然后这样的人 他一定是极度的胜阳不足 所以肉贵父子要吃 所以比如说 要用一干散 要用到有效的话 你就一干散 加贵父李中汤 然后吃煎剂这样子 那就有可能这个人的忧郁症开始好转 你如果不用补瘆阳的药就不太行 那再来 如果你说 一干散 你说我们不要 不要用这个一干散 可不可以啊 其实方法很多 比如说 什么小柴汤 加 比如补中一汤 加巴勒丸也可以 因为补中一汤一样有通少阳的功能 有转疏的功能 所以你说治疑瘀症 补中加巴胃可以 那补中加真五可以 一干加真五可以 反正就是说 补肾阳的药 跟强化脾胃功能的药 跟非常有力的转疏效果的疏干药 这三入药都要有就对了 那这样子才会好起来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就像其实 呃 现在不是有差题 对不起 就先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方法 你要让它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大概在这个 这样子来使用它就不错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十六位流气影呢 跟五香连俏汤 我们就当作是专并专方好了啊 怎么煮都写在讲义上面 就是说虽然我们之前有定义过那么多的三胶是什么 这样的话题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临床上所见到的零八的病变 要不要算三胶 就是有时候算有时候不算 比如说因为虚劳造成了零八总块 那那个小柴或者小剑都有用 那是中医的三胶 可是呢 真正遇到零八癌的时候啊 小柴小剑有好像不是那么有用 相反的 目前为止中医临床 对零八癌比较有疗效的方子 是这个十六位流气影 所以呢 古时候 写下这个方子徐彦成呢 都有时候搞不太清楚 这是干嘛的方 可是到现在有零八癌之后 我们开始用了 发现说效果不错 它主要就是 要把全身的气打通 然后有话语去痰的药 有消炎的药 这样一个结构 那日本人他们在用这个方子 然后会加一味引筋的蔬菜 那个 现在创意市场有卖哦 日本人叫做 Maitake Maitake中文好像叫灰树花 就是让一个树变成灰色的花 就是 就是一种哦 像是木耳的东西 他们日本人有时候看到一根木头 在长在路边 然后就啪啦啪啦 就长一大堆白茫茫的东西 然后把这木头整个都吞掉 这种香菇 那那种香菇因为长得很像淋巴癌 所以日本人拿着淋巴癌的引筋药来用 就是 这样子一种 那超级市场有卖 现在当保健食品来吃了 那就是日本人他还加一味这个Maitake 当作是引筋药 那一般来讲哦 淋巴癌呢 你就是吃这个药哦 多多少少会健好 而且医到全好的几率还不小 那另外就是 我补一个这个葛红的这个五香莲窍汤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出流器 它这个药啊 比较偏刚燥 如果你这类的病症 一到一个时候 它开始有那种 红肿热痛的发炎的问题的时候 那你就换到五香莲窍汤去 因为五香莲窍汤 同样是通于但是它的消炎去血液的效果比较好 所以五香莲窍汤给它是挂备用的啦 就主要是以十六味流器饮来用 那十六味流器饮效果 淋巴癌效果当然是不错 淋巴癌效果是相当好的 但是有一个淡书 但是我这个淡书 我想到今天为止 我都都不能说我这个淡书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事情 因为我临床遇到的太少 我只能说我们同夜之间 就在那边闲扯的时候会发现说 好像某一些癌症特别怕某一种情质 就是我们同夜之间遇到那种淋巴有肿块 或者是淋巴癌的病人 都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而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了这个现象 通常就医不好了 就是你知道一般啊 如果一个人是得什么乳癌啊 子宫癌啊 或者什么肺癌 对不对 医生告诉他说你得癌症了 那个人的反应 正常的反应就是 眼前一黑 觉得一下子世界已经消灭了 对不对 然后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的小孩 对不对 就是怎么样 就是开始在那边落落自连 对不对 这是一个正常的癌症的反应 可是淋巴癌的人有一个很不正常的癌症反应 就当他听到他的癌症 他会说 医生你要帮我 我要打赢他 就立刻就转入作战模式 就是 我要跟他站到底 我宁愿站死也不要病死 就是淋巴癌的患者会发这种熊熊斗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们同一之间常常被这东西吓到 那通常会发熊熊斗志的淋巴癌患者就医不好 所以你要跟他 就是遇到淋巴癌患者 你要说 哎呀反正是绝症嘛 就是死就算了嘛 就是人生不要那么执着 就是要赶快去死啊 就是 就是当淋巴癌患者 发出熊熊斗志的时候 会变得很难医很难医 我搞不清楚为什么 我的西医朋友说 哎呀那是当然的嘛 因为淋巴癌患者通常都比较年轻嘛 就人生还有很多希望嘛 而且淋巴癌又不一定是绝症 就是西医也医的好了 也蛮多的医的好 所以就是希望比较大嘛 当然要发熊熊斗志 可是我觉得我们中医的领域 领床就会觉得发熊熊斗志的人 淋巴癌会变得特别的难医 那甚至 从这件事情啊 会让人有一个不适当的倒推 因为我觉得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统计了 就是我 我自以为我遇到的那种领巴会产生这类病变的患者啊 会有一些共同的调性 就是那种不屈不挠的控制人的那种个性 就是女儿学钢琴学了一年 说妈我已经学了一年了 我真的不爱弹钢琴 她妈妈就会说 女儿你给我继续学 将来你成功就会感谢我 她学了第二年 妈我真的学不下去 我实在没有兴趣 女儿你继续 妈妈你相信妈妈 就起了之后一定不会吃亏 就这样一直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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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到女儿离家出走 烧钢琴之类的 就是 就是说 那种个性的人 他好像是领巴癌的基底 当然你让我不会说 这种个性的人一定会得领巴癌 我不会这样的讲 因为领巴癌一定也有体质上的原因 会怎么样操劳啦 虚劳啦之类都有可能 所以饮食啊什么 体居都会有关系 但是一旦领巴癌 加上这种不屈不挠什么事情 一定要凹到和他的异为止的个性的时候 就特别难以了 所以 16游戏 16游戏 就是说临床上这方好用 但是如果你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一下能不能用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那个破功率会比较高 但我们没有遇到过很多 但是同一之间就是口口相传 大概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至少这件事情要提防一下 如果没有那个个性的话 临床上就不会那么难以了 就是胜算就还蛮高的 这是一个怪事情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柴哥姐鸡汤 柴哥姐鸡汤其实 他原本的存在意图是这样子的 原本的存在意图是说 张仲锦的书里面 写到三阳合并的时候 辩证都很难 就是到底我要看柴湖还是柴湖 到底是柴湖还是白湖 不知道 张仲锦写到三阳合并的时候 辩证点都蛮难抓的 所以后代就有人说 那我们就不要抓了吗 葛根柴湖石膏开到一起 慢慢吃总会好嘛 对不对 现在效果也不错 所以就创了这个柴哥姐鸡汤 不过呢 我们今天要讲柴哥姐鸡汤 是为了他的现代临床 他另外一个专病专方的理由 是什么呢 就是柴哥姐鸡汤 他在今天是我们说的 急性败血症的特效药 因为是这个状况 所以要知道一下 这急性败血症 竟然越来越多了 就是这种家里面 比如说那种得糖尿病的老人家 忽然之间发高烧 然后就这样就挂了 就是这样的故事听了很多 那但是那我们说急性败血症 为什么要用柴哥姐鸡汤呢 其实败血这个东西 以西医的讲法的话 就是血液 平常人的血液里面是没有什么细菌的 可是如果这个人的血液里面 细菌开始繁殖 它就会产生菌血 就是血液有细菌 那这个细菌血呢 会造成雪球的破坏 那雪球破坏会渗出染料 雪球有颜色的哦 所以雪球被破坏以后 中国人看到的败血现象 如果他已经开始败血几天了之后 中国人古书上面有写什么 叫做发斑 就是这个人的皮肤表面会长出斑枕 发斑是中国古书对这事情的观察 就中国古书没有败血这个字的 但是几千之后就会发斑 那我们在中国的方计里面 像后来的石方里面什么化斑汤啊 出血性高热 一定用什么石膏 那柴湖呢 就是专门对抗这个干扰到 副削削削削神经的病毒哦 那宋代之后呢 治斑的方里面几乎都用柴湖 那葛根本身就是一个 润神经清热解毒的药 所以要治这个俊血症败血症哦 就是一铁柴葛姐鸡汤 柴湖葛根生石膏三味药 都用到现在的剂量至少一两 那这样子一铁药下去 败血症就会好很多 那因为这个方子 我是从那个南投的那个皮字头的先生的网站上看到的哦 那我看到他开这个方的时候是还有一点加减的 就他是把里面的黄芹加到五千 然后另外他有加三味药 这三味药里面呢 有两味药都是有一点以毒攻毒的 就是 他会再加一两个蒲公英 然后呢 会加五千的白花蛇蛇草 蛇蛇草就有一点毒了 不过这种时候的话不要计较这点小毒了 因为就是快快速攻攻下去就把这病人救回来的药 蛇蛇草啊 然后呢 还有山豆根也有一点毒 那蛇蛇草五千山豆根三千 那黄芹加到五千再加两蒲公英 然后柴葛十三味药都放到一两以上 那就是临床对于这个急性败血症哦 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个方式 因为败血症现在吸一一的比较吃力 就是好像就放到医院里面这样抗生素 这样一直打一直打 可是反正哪一天才会好 那到底是先好还是先死都不知道 对不对 就是因为发生这个病的人身体都很虚了哦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方子还是有它的临床价值 可是呢 说到临床价值的时候我就会再想到一件其他的事情 农学的人啊 终归要死对不对 其实败血症而死是千万种死法里面比较轻松的一种 如果你在这里把他救回来之后怎么死不是很辛苦吗 所以我自己现在会面临到一个所谓的 如果一个人急性败 急性 如果是一个已经很老的老人家 如果他已经急性败血症了 到底要不要救的问题 因为 在很多种死法里面 这个死算是比较轻松的哦 就是发高烧发一发昏过去他就挂了 那 你要给我一个更好的死法 就我救活他以后他可以死在一个更舒服的事情上面 我才会有救的价值 不然的话 在这件事上我有点冲突的 不过话说回来啊 如果老人家那个样子怪怪的送到西医院也忍不到你出手了啦 所以这事情就基本上可以做吧 但是 但是 败血症有没有办法再抢在西医院开始检查 这些人先置好 有 因为 急性的败血症 其实你已经等不到他发班了啦 发班的是要年轻力壮跟你多拖几天才能发班啦 老人家这个败血症还没有发班就死翘翘了 好 这是一点 那 那我问我们的西医助教他就说 他就说老师 败血症是这样子 先是俊血 俊血之后会出现症候群 这个症候群出现之后 俊血加症候群才生这个败血症 他就说他就写给我症候群 他就说 比如说心跳每分钟多于90下 然后呢 体温 保证是高过38度的高温 然后呢 呼吸每分钟超过20次 然后 白血球过低或者怎么样 他说他白血球没办法 因为 他说 因为你如果要等到西医验的话 你送到西医 西医开始验的就没你的事了 对不对 你的中药就不用教了嘛 因为既然要西医验就不用教 他就说基本上 老师是不是要看就是 发烧 麦朔 船 这样子 他原来他这样子写 他就写风凉话 一直就说没有辨证点 你怎么看药 那实际上他写的东西不是风凉话 因为在临床上面这东西加起来的时候 症状就非常明显的 怎么讲呢 我们上次在讲到那个 少阳症 转阴症那些比较不重要的条文的时候 曾经有提到过 其实阴症这个东西 你可以说是人血中缺氧 也可以说是人血液变成酸性 那败血症是有很明显的血液变酸的状态 那个血液变酸血中缺氧的状态呢 会让这个人发生所谓阴症 我们说阳症的特征是烦 阴症的特征是烦 阴症的特征是灶 对不对 当然不对啦 无数理常是阴症他也会烦 但是就是一般来讲 三阴症的那个灶 我们说不是火字旁的 是足字旁的灶 我说这个一个人啊 这个不自主的什么手抽动啊 然后这样身体动动动啊 抖腿啊 这种东西称为灶 这个灶他基本上是一个人缺氧 血液缺氧 脑中缺氧造成了一种不自主的反应 那这个 淡血症的这个浚血的时候 造成了血中的酸性化跟缺氧 就会在他的症状里出现 这个造这个症状 然后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发高烧 阳明病的发高烧 比如我在站上说 烧到39度我是阳明病 对不对 如果是阳明病的发高烧 我怎么发 就是呼吸是粗着有声的 那如果是麻黄的麻黄汤的高烧 那就是好乱好乱 棉被棉被 就这样抖抖抖这样子 败血症的高烧 因为他的心跳变得很快 呼吸会变得很喘 所以败血症的高烧 那个老人家发高烧 他会同时有喘跟这个灶 也就是你看到他的症状 所以他坐在椅子上面 你知道他感冒对不对 他在那个床上这样子 这个样子 所以当他温度变那么高 然后开始有喘 灶同时出现的时候就下去了 如果你认为他不想用这种方法死的话 你就这样就下去了 就是那种在床上这样子 抽抖喘的高烧 那那就不用等到发斑了就开下去了 那那个时候的麦 当然是宏大的诗 沾羊合并的麦一定是宏大 就是会很有力的 所以这样子高烧 打到麦很有力 那如果你想要帮他 多争取几天寿命就去开 那所以助教以为自己写的是 风凉化的辩证点 其实不是风凉化 还蛮好用的 因为到老人家的时候 有加一个阴阵的照的指标 出来的时候不会很难抓 所以就就看看 就是如果已经送到医院 当然就就没有我们的事了 但是如果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年头 老人家就是整来整去到最后死于败血症的还不少了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个方法至少知道一下嘛 所以就是这个课堂就是虽然今天不是在医理上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但是至少几个专病专方嘛 就是什么淋巴癌啊 忧郁症啦 急性败血症啦 就是这些东西 会一下也不错嘛 就是以备不死之虚 那我们下离拜 那我们下离拜我们中学节放假啊 那下下离拜我们再来分析这个 这个书肝解育的药可以开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排队 就是排队